我们现在朋友们在一起可以聚餐 其实这里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古人聚餐的方式 其实在唐宋之前 中国人一直是分餐制的 就是每个人一个小桌子 面前一个小托盘 就像是食堂的阿姨给你打的饭一样 我们在我们那些旱幕当中 可以看到壁画 还有马王队当中我们出土了一些的石器 你看这一个盆盆罐罐的 就是我们像小石盒一样 但是随着后来 这个椅子还有桌子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 那中国人开始就首先开始合餐制了 好 谢谢